好,第一步呢,我们来处理硬头萝卜,先煎它去头去尾 去头去尾之后呢,接下来我们来寄花刀 这个花刀怎么寄 我们就是在这上面呢,切 先把它切成片 然后呢,然后就是切成丝 先横一下,再竖切 我们先把它看成一个立体 然后就是一刀下去,切到三分之一的位置不切断 每一片都是同样的操作 就是切到三分之一的时候呢,不要切断 刚才呢,我们是横向切 接下来我们再换一面 继续切 把它切成条 像条状一样的 其实切到了呢,它是成为一个萝卜条 还是切到三分之一的位置,不切断 OK啊,它现在就是内部呢,就形成这个样子 将所有的萝卜呢,都是同样的操作 如果它麻烦呢,可以直接拍一下 将它拍散之后呢,也是可以的 我们将切好的萝卜呢,放一旁 泡制两个小时左右 它就会炸开,像花一样 我们的萝卜呢,经过几小时的泡制呢 已经破制完成 现在呢,我们来将它装盘 先将它完成的排入 摆入盘中,摆成一个云圈 好,完成排入盘中之后呢 我们将里面的水分,就把它控干 后呢,下一步我们来调制料汁 先下碗中加入白糖 这个萝卜呢,主要味道呢,是糖醋 再加入白糖 再加入蚝油 那注意这个蚝油的用量 不要太多 先将蚝油和白糖呢,把它搅拌化开 这样呢,我们再加入别的汁呢 这个蚝油呢,就不会形成一个蚝油的疙瘩 加入蚝油的目的呢 是让那个萝卜呢 有稍微的挂肢现象 也不是特别的稀 搅拌完之后呢,我们加入生抽 然后是香醋 再次跟它搅拌均匀 把这个汁的稍微有一点点粘稠 那这样浇上去呢,之后呢,它会显得特别的寡淡 不是,制度呢,它不亮 而且呢,缺了一种香味 所以呢,我们要接上几滴芝麻油 芝麻油不要太多 几滴就行 增加香味,增加一些亮度 这样子就把它搅拌均匀 这样呢,一款简单的糖醋汁呢,就调食完成 制度的味道是糖醋略为带咸鲜 那下一步呢,我们将调好了汁 淋入盘中 最后,我们再点缀一张适量的霍合液 作为点缀 这样一条非常简单 精致的糖醋小萝卜呢,就制度完成 谢谢 RHTA WOR Das 我怎么做的 评伦 评伦